我可以娶你 但是以后我心里 还会有别的女人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你又不能一直瞒着我吗 你既不肯为我做牺牲 又打不过我 连马都骑得没我好 你说 我干嘛要嫁给你啊 他哪点都比不上你 可是呢 你就偏偏喜欢他 寇兰芝虽然为人假了点 但人长得漂亮啊 出身又好 又会持家 还死心塌地地对你好 这种媳妇 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呀 将军 所以把你吃了 不吃的 我都吃了 你吃了 我已经是一口 你吃了 我吃了 我吃了 行吗 你很吃的 我吃了 兰芝罪孽深重 特来向大将军请罪 兰芝有罪 罪在不该心生嫉妒 无辜陷害大将军朋友 罪在不该在宫中向副主咆哮 有失副主体面 还望大将军大人有大量 宽恕兰芝这一回 你先起来 大将军若是不原谅我 兰芝情愿常跪不起 你先起来 这事儿也不怪你 也是当时我太冲动了 总之你先起来说话 来 那 那你是不怪我了 邓郎 邓郎 我知道我不该心生嫉妒 可是邓郎 你这么英勇神武 是没有有那么多红颜之计 兰芝也只不过是一个平凡女子 怎么可能真的不难过 我真的只是一时昏了头 一时嫉妒 好了好了 我知道 我明白 兰芝发誓 以后一定不再为难班淑了 你怎么会死 邓郎和他只是朋友 并无男女之情 对不对 没错 我和他现在只是朋友 那我以后一定不再胡乱吃醋了 班妹妹是个好人 以前是我太小心眼了 家父说得对 反正我也要嫁给你 就不应该管那么多内学堂的事 可是有件事情我不想瞒你 我可以娶你 但是以后我心里还会有别的女人 可能是月景 也可能是班淑 这些女人 都是我特别喜欢的 但我却无法得到的人 西域来的和尚 把这个叫做情深缘情 你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你又不能一直瞒着我吗 正是因为我打算要跟你过一辈子 我才会跟你说这些 两个人的恩爱 一半是恩 另一半才是爱 爱我给不了你 不过你只要保证不折腾 不胡闹 我绝对不会输 现在你知道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你还愿意嫁给我吗 那 她喜欢你吗 是 我还愿意嫁给你 我相信 只要时间长一些 你也一定会喜欢上我的 可是有人跟我说 喜欢一个人 第一眼就知道 就算时间再长 也无法改变 可你以前对那个月景 恋恋不忘 现在不是一样喜欢上了别人吗 邓芝 别把自己局限住了 多对我好一点 以后 我们一定会生活得很幸福的 我会尽力试试它 地要扫干净点 扶手一定要擦干净了 贝华 把这封信送去给曹大姑 曹大姑要知道 少爷平安无事 一定会特别高兴的 大伙好好干啊 最近咱们搬家呀 倒霉的事不断 到今天啊 终于时来运转了 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净一点 一来呢 可以去取煤气 二来 可以高高兴兴地迎大哥回来 把这些全弄好了 每个人都有赏钱啊 谢谢姑娘 姑娘 姑娘 这是我在后院 兵器架上瞧见的 快给我 不 这可是我亲手做的宝贝呢 放在那儿不是不要了 你不懂 好安子呢 就要上好油 让他在那暴晒几天啊 这样油才能进去呢 姚大人 来啦 姚大人 来啦 是 来啦 是 来啦 好 谢谢 谢谢 叩大人 叩大人 李大人 叩大人 我听别人说 邓大将军怎么和你们家退亲了呢 这是真的吗 这个 谁说的 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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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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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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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的 半路上我看见兰芝的车子坏了 好 索性就要让他从近一点的和驴殿进宫 免得多此度麻烦 都过去 好 哎呀 大将军心疼兰芝 这是小女的福分啊 走吧 兰芝 是 大将军心疼兰芝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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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姐们都说 他们两家闹得不可开交了呀 真的 没错 你快说手 女女就是这么跟我说的 那会儿邓大将军说要退婚 寇女傅的腿都下软了 这差一架就跑出来了 他活该 谁让他一天到晚端着女傅的架子训我们呀 就算得到报应了吧 我倒是挺红情他的 不过班师傅总算能回来上课了 这咋是好事呢 是啊 是啊 班师傅为人火魄又风趣 还不拿架子 要问了我是邓大将军呀 我也宁愿要班师傅 不愿意要他 阿双 阿罗 你们两个过来一下 寇女傅 你们两个要转班的事情 我已经允许了 你们两个要转班的事情 等会儿上课 你们就可以换到乙班去了 阿绣 你们大家都过来一下 走 走 走 我去哪儿 过去 太后圣训 从今往后 班助教可以回到乙班 重新授课 太好了 甲乙两班的学生 可以自由留待 不仅 阿双 阿罗 可以转到乙班去 阿绣 你也可以转到甲班来 我记得 你跟我说过很多次 想要过来跟我学习书法 多谢寇女傅 可是 我妹妹喜欢留在乙班 所以我觉得 我还是留下来陪她好了 没关系 以后 甲班乙班 都是一体的 你有问题 可以随时过来跟我请教 嗯 对了 太后还说 乙班跟屯齐军 打马球的时候 她也会出席 到时候 我们甲班也一起去看比赛吧 寇女傅 这是怎么了 可没事儿似的 还一下子 变得这么开通了 还能为什么呀 肯定是邓智想通了呗 不过就一晚上 后兰芝就能从刺眉龟 变成软柿子 师姐 你说这男女相恋 怎么那么神奇啊 我很好笑也是这样吧 哎呦 我记得她以前脾气可大了 但后来只要你一发火 她马上就跪在你面前 变成小狗 哎 姚女傅 你跟我说说呗 我将军装小狗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啊 要学狗叫吗 啊 谁学狗叫了 不学我说 有人害羞了 谁害羞了 不像某些人 整天不睡觉 大在夜里做马鞍 就是为了讨慰师兄欢心 啊 哎呀 你还想让那帮卫宜娘子君 骂死我呀 哎 师父 你做的马鞍 什么样啊 还没做好呢 到时候啊 你就知道了 姑娘 小心点 得亏是挨过来了 姑娘也看到了 他们都等着看笑话呢 幸亏您和邓大将军和好了 要不然今天 还不被他们给笑死啊 可不是吗 这么说来 我拼着脸面全无 跑去邓府求饶 还真算是做对了 委屈姑娘了 只怪她运气太好 我又太无能 才会被她一次次折辱 邓芝居然当着我的面夸她 说她心胸宽大 不计前仇 要不是她奋力劝说 她不可能这么快 重新接纳我的 还是借了她班大小姐的面子 要不然 我就真的成了 还没过门的夏堂夫了 都怪你个班淑 姑娘腿才会肿成这样 要不然 奴婢想个办法 去整整她 别去 这事我自有主张 你就别添乱了 古书上说 十一换室 早晚有一天 我要让她 为自己所做的事 付出代价 父亲请罪算得了什么 只要能确保 邓夫人的位置 就算是胯下之辱 我也忍得下去